掌粉的師傅在裏面現拉 是布拉腸 已經證實了一定是布拉腸 還有一些電器開關 前面就開始賣花瓶 如果懂得看 可以選擇一些明朝、清朝 南宋、北宋的古董 這些舊的花瓶、手串 這個還有食煙仔的煙斗 推薦我吃這塊 豬腳我都可以 很棒 酸味多還是薑味多 夠酸夠甜夠辣 這麼好 一定要夠酸夠甜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日 我現在所在位置就是佛山 我們來這個叫大眾品的地方 喝早茶 牛肉腸 鳳爪 滿足 嗯 我們的食物已經到了 就在後面了 這是牛肉腸粉 牛肉丸 兩粒 鳳爪拼排骨 佛山多好食物 和價錢放的那些小隻刀 我看清楚 牛肉球 好像是6.5元 7元 然後這個鳳爪排骨 最貴的就是12元 然後 十二元 十六元 十六元 還加了一價 十六元 然後這個就是牛肉腸 幾隻碎 碎 對呀 很耽识,一年开 出去吃,吃不了 够大粒 逐粒,你要两粒就行 鱼片粥,鱼片粥 是的,我们在广州老城去西关的鱼制品多 这些好吃 刚才的歌记说很多人打包回去 不问一粒 一点粒都没有,牛肉 然后打了的,里面有少量的芫荽,马蹄,牛肉 很浓很浓的牛肉味 下面的油又够多 这个真的可以 只是为了牛丸转程开车过来打包,我觉得也值得 还有鱼片粥也送了上来 我试试腸粉 腸粉的师傅在里面面拉,是布拉肠 已经证实了,一定是布拉肠 佛山美食一天 有时候 广州虽好,但是始终有时候商业化了一些 顺德 一来分散,二来其实他们吃得很专业 有时候我们不懂,简单来说就是 但是佛山美食一天刚刚好了 就在中间 试试这个 肉碎,我最爱的 没有菜就顶着了 别人的老传统这些做法 是不会放菜的 连葱都没有 试试 试试 好吃 很有米香 刚才我们下了辣椒圈豉油 当然有点辣 但是也不会蓋过那些米味 超厉害 你看 那些肠粉 布拉肠就自然有这种情况 它是一定会搭着的 但是 绝对不会说不薄 黏口 吃不到那种感觉 大部分都不是布拉肠 布拉肠是那些老店才有的 多数都是那些肠粉 好像咬一块米团 但又不会说黏口 在夹的时候 它是确实会有点黏着的 里面是肉碎的 我试试牛肉丸那些肉碎的 但是 如果是太多碟 凳面 各种 它是夹不开的 这些是很容易夹开的 今天我们有一个佛山美食之旅 佛山你要来时不成 就是祖苗那里 你会说是 你叫老佛山才有 基本话说是这样的 其实自从合拼了之后 信德都是属于佛山 其实他们 自己人 我自己人说到这样 包括桂城都是 你会说到什么那边都是佛山 什么 高腰不算佛山 三岁都是佛山 因为今天我们要吃一夹只鱼 因为我想我可以再吃多一点 还有它似我们去到江门 好像是可以逐条叫 这个挺好 让我先吃买腸粉 不过手工点心 可能要等外一点 没那么快餐化 没那么便利 好吃这碟腸粉 但是换来的好处 就是很好吃 不会缠缠一轮 不是老街坊吃了那么多年 又是那句 骗到我耳 骗到他们 怎样都可以 这碟腸粉 接下来到 凤爪排骨 我先试一下排骨 排骨 是这样的 话说话 这条是什么路呢 让我看看交通路线 又和大家说一下交通路线 其实又不是很偏远的 原来在这里的祖庙站 我说的是步行 半个小时 就是这个叫做 佛山市华财职业技术学校 附近 在这个 城巴总站 隔离的 下面还有一个大盐医院 佛山汽车站 在教口过来 是很方便 在中山百过来 很方便 因为有很多观众 不像我们 有得说 银车的 对不对 试试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鱼扁粥 老婆还在睡着 她说她喜欢吃 当然让她吃多一点 这盒她已经吃过了 用这种 不瘦钢碗 以前小时候会用 现在家里也会用 而且粥底就够绵 不用说了 这只粥底 大家看看 是不是 我们是吃惯了这种粥底 这是生滚粥 对不对 要等的 等了都挺久 老实说 其他那些 尤其是腸粉最快 腸粉一说完 马上有的 生滚粥才有 粥就等了很久 生滚粥 生滚粥才有那种味 而且 因为加了生菜 有少少甜 这个是什么鱼 鱼鱼 鱼鱼鱼 好吃 对不对 没有骨的 对呀 没有骨的 做到骨都几万 他整成炸鱼都做骨的 没有骨的 吃饱饱了 我真的不记得多少钱 总之最后埋单 就是37元 老婆说记得的 我记得的 让她慢慢记 她好像拍下了 哪块牌 大众品 哦 大众品 这个大众品 我最满意就是他们那个 布拉肠粉 真的 广州比较难 它够滑 但布拉醬一定是不薄的 如果再過多一點就像很多凳麵那種 基本上就是這樣 很好吃 然後對面就有隻貓玩 我們又吃飽飽了 現在9點半 我們決定在附近逛 早苗的方向我們應該不會過去 可能我們在附近逛逛逛逛逛 這就是老城區的感覺 佛山還找到很多 其實信得少 佛山多 現在就叫佛山 以前就叫佛山 我們現在走這條路叫大觀街 面前車來車往這條大路 叫昏江中路 老婆就叫墳江 各有各種說法 其實應該是叫墳江的 我亦都向觀眾求證過 應該是讀墳江的 我一直認為佛山的老城區 他們的交通基建各種都搞得好 無論又有人行天橋 是的 又有單車道 即使是老城區 那些行車路 都不會說只有兩車道 甚至乎一車道 我們去到珠海都會有的 無論有多窄的路 都有一條單車道 是的 它都有一條單車道 人行道又夠闊 但是偏偏那些老城區的舊屋 好像剛才我們見到那些 又能夠保留得到下來的 這個真是很難得的 看見路牌 原來一直往前走 就已經到中醫院 中醫院說明甚麼呢 就是老城區的感覺 老城區的地方 看見他們的榕樹就知道 再來 是的 老婆媽媽在說 是樹木 你看見樹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老城區了 是吧 現在我們就想著叫洪路 直街那裡走一走的 據說那裡 遲遲地我們回到廣州 將軍東那些感覺 有些清朝花瓶 明朝古碗那些賣 就在前邊往左轉就到了 看看能否收到筍東西 經過北遠 我們在佛山中醫院隔離 就發現得到 原來仍然有開 話說是這樣 我們找資料的時候 知道它應該是星期六開 星期日不開 我知道是甚麼 類似這些 這些在外國叫甚麼 就叫跳祖時場 就是將你家裡那些 不容的東西 拿出來售賣 久而久之 就變成賣一些 股碗、手錶 很多東西都可以選擇得到 這裡是全部賣手錶的 電子錶也有 這個是甚麼 上方寶件 不過是斷了的 我小時候還要賣鎖 這裡還有很多鎖頭 你有沒有玩過鎖頭 我小時候 有香爐 又有茶壺 這裏就賣電子產品 賣USB手指 充電頭 耳機線 這裏就賣藝術作品 再來還有古老藥書 眼看守蜜棟 還有柳莊神霜 很厲害 原來他們是這樣的 本書提供的生草藥 那些生草藥有甚麼功效 本書是可以去福印、泣酒的 又發現了甚麼好東西 這是一個盒子 還有一個印台、印章 有一個獅子在上面 寶劍 但這些不能上地鐵 陸佔我們來到這個區域 好像還熱鬧 賣甚麼呢 賣鑽頭 或者工具 至於這邊賣杯、花瓶 旁邊還有一些肉 很細細片的肉 還有一個瓶 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 甚麼呀 還會動的 我小時候見過 而且它自己可以開關 不能夠快慢 真是小的 沒有快慢 只可以開關 嗯 看到很多舊的事物 至於這邊賣衣服 衣服應該不是舊的事物 這裏是甚麼環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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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電器開關 前面這裡就開始賣花瓶 如果懂得看 可以選到一些明朝、清朝、南宋、北宋的古董 是的 這些珍寶是要慢慢看 你才找到東西 知道我們這些不懂的 基本上都是不懂的 但如果懂的話 在這裡慢慢看 一定可以找到心頭號 這裏是賣一些未經打磨的石頭 石頭、玉 還有一些磨粉機 但不是磨食物粉的 還有很多鑽頭賣的 有些鑽頭、鑽頭、鑽頭 來到這個位置 相信這條街應該行 我後面還有 但沒有這裏那麼可以陷 我感覺上 這裏比我們回到陶街 更加需要慢慢看 那些是鏡鋪 這些都是自己拿出來的 幾盆花 想賣了它又可以拿出來 有道理 那你就開架了 這裏有些桌子 紅木桌面 有批評 拍攝一下 這裏有些花錢 是的 叔叔對於新事物 是很感興趣的 否則他們都不會來這裏 找他們心頭號 還有一個衣車要這樣罩住 華藍牌 要罩住 我隔壁還有一個 那個是蝴蝶 蝴蝶 二斜 真是厲害 我們繼續 剛才我還有這條街 差不多走光了 原來這裏有粉炒 還有這陶瓷石獅子 佛山這裏有陶瓷之刀 陶瓷一條街 除了一些舊的事物之外 還有很多舊屋 例如面前這裏只有三層樓高 紅磚屋 似乎前面更為熱 甚至連豉油都可以賣 你看到啤酒也有賣 例如這些滋味齋 李錦記 十元三枝 面前一檔就賣那些 股錢幣 那些手串那些 這個看上去就 值錢一點 還發現到糧票 江蘇的 江蘇的 還發現到糧票 江蘇的 還發現到糧票 江蘇的 江蘇 還有一分錢兩分錢 厲害嗎 全國通用的 還有一分錢 還有一分錢 還有公仔書 少林小子 還有罪權 1984年 以前就是看這些公仔書 到現在已經 何時出品 當時是一毫八子 厲害嗎 1983年 還有真假書 在哪裏找到這些公仔書 厲害 已經開始有顏色了 這個可以 這個一毫八子 真的 1982年 這本多少錢 五元雞 淫柬 這個可以選一本 我們先選一本 有公仔 人家是幼兒圖 可能小朋友圖了上去 公仔書 一毫八子 海底兩萬里 甚麼內容都有 天真印 有 姜惟獻書 1981年 1981年 你用大 買一本比我更大 這個沒有顏色 是沒有顏色 還有號四紙 真實 發現這裡還有很多珍寶 霍元甲 整個系列 這個什麼 朱沙智聯恩 這裡有霍元甲 是呀 這是電影 電影 正在電影中 電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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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以前沒有這麼多東西 看還沒有電影 電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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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猴王 蟲油花果山 這本有 書完空 還有書完空 這本有 書完空 還有這些 這些環的油票 水壺轉的 這套我也有 不過好像是整套 這套我也有 不知道放在哪裡 這套我也有 這不合格 比你呢 是呀 我們買了兩本西油機 是的 它上面肯定不是很乾淨 是有些小朋友看過 然後畫過 我們同年人看過 是的 我們同我們同年人看過 然後畫花了 即使也好 其實都說明 他這個小朋友 看這本書的時候 的故事 是很有意思的 我們回去再慢慢欣賞 原來這條街是很長的 這裡還有這麼多地方 不如左邊 好像左邊這邊比較好 再來又看到 我一個比較熟悉的東西 就是 蒜盆 看看是否酸枝 它有些棍子斷了 這個不是酸枝 酸枝重很多 這些是普通的木 還有這種小的 就不用這麼多位 你計算幾千萬而已 或者我算這個壞賣 六個位十幾萬都計算到 是嗎 我都看著不得了 我們繼續走 其實這裡還是一個市場 這個市場應該叫紅路市場 最初我們是先去市場 看看 不如過來這邊看看 不知道有沒有開門 原來是有的 又是這種放在路邊的市場 再往前走 就會去到市場裡頭 因為我們看到有些市民 拿著一袋二袋菜走出來 不過我們昨天買了這麼多 今天基本上都應該不會買 這裏經過走 這裏的路 很窄 很窄 很像西關那種感覺 有輕輕收拾過的 我們繼續往前走 就發現這裡裏面 賣的東西更多 更多種類 對面也賣燈 這邊也賣一些古碗 一些舊的花瓶 手串 這個還要是吃煙仔的煙斗 煙槍 玉石 花瓶 這裏實在夠大 而且 怎麼說呢 如果真的喜歡的話 你可以在這裏用到超過一天 這裏用到超過幾分鐘的車程 我們剛才去過找牛雜檔 但未開門 找過 沒辦法了 不過不怕 佛山這裏多小食 我們去吃糖水 之前去過的徽記 去完之後再帶大家附近走 在左邊 原先我們想著 這麼早來肯定很少人 滿了座 不如等等 原先我們就想著 來買點東西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細節我就不說了 剛才這麼多人 我們現在先去買點牛奶 為甚麼專程要來佛山買呢 其實就很簡單 因為有一款牛奶叫百庫路 在佛山南海這裏非常多 因為它的生產基地是在南海的 水牛奶 水牛奶百庫路 在廣州都有 但是難找些 有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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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回去之後 就要女兒做一個雙皮奶 燉蛋 各種給我們吃的 我們現在走這條路 就叫做福祿路和寮園路的交界 今天天氣不是太穩定 有幾滴雨 現在又開始落無無細雨 然後我們走到這個廣場 有很多人在剪頭髮 大家可能覺得奇怪 在海外或是香港觀眾 究竟這樣都可以嗎 非法擺賣 其實不是的 這些是義工 沒錯 他們是屬於一些 新學剪頭髮的師傅 當然有些是熟手的 一方面他們又做善事 第二又可以有個練手 頭髮 就算你說伸手 剪得不是那麼好 不像一些大師 都是情有可憐 還有一個過程 就是這裏 小朋友剪得很開心 好怪 很多剪頭髮的學校 他們會組織的 除了這裏 你知道有哪些地方嗎 還有哪些地方 老人院 是的 老人院 幫長者、叔叔、阿姨剪頭髮 我們一穿過這個公園 對面 就看到水牛奶 百庫路水牛奶 他們是跟百庫路公司拿貨 便會幫他們做個招牌 然後設一個雪櫃 就在這裏買 有很多不同口味 我們看看這裏有甚麼選擇 而且我講的不同口味 是廣州的百庫路 寥寥幾間 至於這裏 可能口味選擇會有更多 就是這裏 除了牛奶以外 他們其實還是一個士多店 會賣啤酒汽水 雪糕 各種都有的 我們選水牛奶 這裏 人呢 我過完馬路 一零轉頭不見人 原來他還在對面 有很多味道 一代代是最值得買的 這是唇奶的 這是唇奶的 然後這裏 這裏 鮮水牛奶 這裏就是這些 水牛奶 還有這裏 上邊 上邊 白庫路 鮮水牛奶 這個 後面還有一支一支的水牛奶 老婆看過這裏 這個魚酸味 魚酸味 魚酸味 由於它是 由於它是 玻璃瓶裝的 所以就不能帶走 因為我們是廣州來的 是的 很難找到 白庫路 很多 是不同的 這裏 這裏很淺 10元 2.21元 2.21元 買得多便便宜 這裏是2.8元 2.8元 又喝了漂亮的水牛奶 老闆娘說 是計算特價給我們 如果單止買4元 看到我們買那麼多 所以 那裏才賣2.8元 好了 我們終於回到 食堂水 徽機這裏 剛才我們經過的時候 有一班遊客 他們都是來自香港的旅行團 全場爆滿 現在情況稍為有數好專 現在是11時 17日的食物就到了 自己去拿 就像以前去大家樂 自己拿的問題是 手震就寫光了 問題不大 這裏是最便宜的 4.5元 4.5元 這裏是7.5元 然後我們要了一碗 淨豬腳薑 貴一點 淨豬腳薑 應該是收14元 總之 這裏是收24元 14元有沒有計算數 都不貴 紅豆冰 有奶的紅豆冰 還有沒有奶的 這裏是最便宜的 好像不知3元 還是4元 沒有奶就更好吃 當然是有奶才好吃 有些煉奶 沒有奶就貴過 然後老婆就在欣賞 那碗黑黑黑黑的豬腳 甜過小時候吃到那些味道 但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它的奶不只是煉奶 是椰奶的 甜一點 至於最便宜的 老婆說得對 最便宜的就是這個 現在4元 4元 這裏是十幾元 20元有酒 整碗滿的 至於這杯紅豆冰 就是小時候的味道 就比小時候更甜 也不算更甜 甜一點 老婆對這個很滿意 這杯紅豆冰 接下來了嘗嘗豬腳薑 老婆是試過的 什麼味道 很棒 很棒 這塊是小的 這塊好吃 那塊是豬腳 我要拿這個碗才行 老婆推薦我吃這塊 豬腳我也可以 很棒 酸味多還是薑味多 夠酸、夠甜、夠辣 這麼好 一定要夠酸、夠甜 豬腳也不算是很濃 但味道肯定是夠的 嘩 膠原蛋白 夠了 又真的 它的味道 剛剛好 又不會說很多人或少 但每樣都會有 酸味 薑的味 少許薑的那種辣味 還有甜味 還有甜味 也不便宜 豬腳 都不便宜 豬腳 我繼續喝這杯紅豆冰 至外都是紅豆冰 你看 它吃得挺滋味 它還會喝光湯 那些不是叫湯 那些叫醋 哇 老婆對薑草非常滿意 一邊吃一邊讚 現在我們再買糖水回家給女兒 就結束我們這個佛山禅城 很不習慣 說禅城兩回事 的美食之旅 是啊 半日游 現在差不多到12點 嚇人多了 而且這個糖水埗 最有趣的地方 既有遊客 又有當地人 既有長者 又有年輕人 這個就是這個糖水埗 最值得欣賞的地方 無他的 因為夠實在而已 至於我們就在這裏打包一份給女兒 俊仔要芝麻糊 打包凍的 椰汁芒果西米爐 可以的 可以的 我現在會不會凍的 沒有 一份都是一份 椰汁芒果西米爐 椰汁芒果西米爐 豬腳薑是必食的 就算我們這些不是太喜歡吃 或者說不好過不是喜歡吃的人 每個人都吃得嘴唇唇唇 第二個就是 俊仔現在拿出來的 椰汁芒果西米爐 都是可以說是其中一款必食的 那兩個東西是十三個半呢 十三個半 十三個半 那又不貴 十三個半 你想怎樣 十三個半 一份都要 只要那個都 我想起 我們廣州一家很出名的了 十四元一個綠豆沙 經常拿人出來說 我又沒有開名 怕什麼 兩盒 好了 又買完糖水之後 又開始下雨了 我們都要回廣州了 要定各位觀眾下集見 這個佛山老城區 是一個很好的旅遊線路 你又可以花錢 又可以不花錢 世了多又可以感受到 當地人那種生活的氣息 美食各種 要定各位觀眾下集見 拜拜 下雨了 不能夠 沒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